大家好我是乐娜 欢迎您来到我们可以吃的花园 芦笋是最健康的蔬菜之一 种植一次可以收获十几年 是特别适合家庭种植的蔬菜 去年我们从芦笋的种子培育出了芦笋苗 我在前面如何从种子催芽培育芦笋苗的视频里 曾详细介绍了芦笋苗的发芽过程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聊 那些芦笋苗的经历和移栽过程 上次介绍了100例芦笋种子 成功育苗了80几颗芦笋小苗 长得非常健壮 整个冬季就放在了室外 但是去年冬天 英国的气候特别寒冷漫长 除了经常挂风下雨外 还下了四场大雪 此时的芦笋苗已经干枯变黄 经历了风雪冰霜考验的芦笋苗 终于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仔细看 这些新长出来的芦笋镜 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 我们早就为这些芦笋小苗 准备好了永居的家 已经伸翻了土地 并拌入了马奔堆肥和草木灰 这次移栽后 芦笋就要在这里扎根 轻易就不要再次的移栽 芦笋要在这里度过十几年 走完它们的生命历程 5月初 大约霜冻日后一周 我们就开始移栽芦笋苗 先将芦笋苗浇透水 然后倒出 随后将每根芦笋苗 小心的分开 你看 芦笋苗的叶子虽然不多 但是根系非常发达 一个冬天过来 芦笋根长得非常健壮 我们按照间计大约35公分 挖起了小坑 深度大约20公分 并加入了一些育苗土 随后小心的将它们移栽到小坑 前面说到一百粒种子挖芽了八十几颗 经过一个冬天的风雪考验后 能够称到今天移栽到地里的芦笋苗 就只有三十几颗了 移栽芦笋的小坑要挖的大一些 芦笋苗的根部长得非常长 移栽时要把它水平的放在小坑里 这样有利于今后芦笋长出新的小苗 移栽好后浇上定根水 随后根据天气的情况 适时浇水 要确保土壤有足够的水分 保证植株正常生长 刚刚移栽后的芦笋苗 显得非常弱小 大约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生长 这是8月下旬的情况 芦笋苗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地块 扎根生长 现状的芦笋苗 大约只有16克 至今为止 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 从种子培育芦笋的全部过程 另外 今年春季 我们还购买了18颗 两年生的芦笋根 前面 曾在我的系列节目 《可以吃的花园》第20集 如何栽种芦笋根的视频里 详细介绍了芦笋根的栽种方法 你看 现在这些芦笋长势非常好 每一棵都长出了很多新的芦笋茎 最多的一棵长出了7根 还开了些小花 这些芦笋明年就可以有收获了 关于芦笋的种植方法 让我们梳理一下 一是从种子培育芦笋苗 第二是买来的芦笋根回来自己摘种 第三 移栽从种子培育的芦笋苗 现在我们已经有大约34颗生长健壮的芦笋 明年大约有18颗芦笋可以开始收获 后年所有的芦笋就都可以收获了 这些芦笋大约可以收获十几年 所以今天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明年我再向您汇报芦笋的生长情况 喜欢的朋友请您订阅留言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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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